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在什么地方 我不清楚 等我知道了以后 我会告诉你 你尽快告诉杨绍成 让他马上来解决我舅舅 收拾好了没有 要出发了 马上 胡说 别管我是什么身份 只要我们是一条战线的同志就行了 好 我明白 走了走了 特派员催的鸡 催什么催 就来了 好 你们走 特派员 镇寒昌已经被抓了 重庆方面为什么还要启动惊雷行动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这座城市可毁了 干了重庆方面 对在最后西南的决战没有胜算 威廉行动虽已成功 但国公两等竞争大势已去了 眼下的局面不是大日本 抗战蒋总裁可以退守西南 待局势有力时再突反击 可现在是打内战 不得任性 谁又能说得清有多少胜算啊 这么说 重庆方面正在考虑退路 他们一直都在考虑退路 唯独没有给我们退路 那我们是不是 你什么都不要说 小姐不给我们的退路 我承建峰也不需要你退路 我就是一个杀生成人的人 只是可惜了这座城市 你看看 这里的衣草泥都那么的熟悉 正要是毁了 对不起列祖列宗啊 你为什么整个人错了 你怎么知道 银河 你们在长城等 我去叫特派员 马上出发 胡师 你回去点 好 好 你自己小心 这么晚了去凤凰陵 路上不好走吧 谁说去凤凰陵呢 不是吗 陈长官没跟你说吗 他就跟我说让我回去拿东西 我还没来得及问呢 是去大佛寺 大佛寺 大佛寺 快 上车 秦夺 义手 还没问题吗 大佛寺 我还有个事要跟你说 我们不去凤凰 因为那九州的部队里有共同分子 他去凤凰里不安全 我们怕共同分子万一对你九州 施施绑架和暗杀 所以不得不防 我已经让128市 给他单独设立了一个指挥部 可以让他遥控制和他的部队 你放心 那里的一切条件都很好 去了就知道了 我相信 你会照顾好我舅舅的 走吧 等等 吴双 吴双 我桌上有块表坏了 你帮我去修一下 上不了发条了 可我不知道哪有修表的师傅呀 还像个修表的师傅 一块破表有什么好修的 一块破表有什么好修的 走吧 我知道啦 你放心吧 我 我 这么说 这些传言都是真的吗 会长 你要是真的是共产党 会长 咱们就有靠了 是 会长 是 会长 是 会长 是 是不是共产党 我还真不是共产党 不过 我不希望战火毁掉我们的城市 毁了你们的生意 会长 这上到底打不打得起来呀 是啊 是啊 你给我们偷个底了 依我看 打不起来 只要我还在这儿 就把你们的心放肚子里 好不好 好 好 听会长这么一说 我们就放心了 是 是 咱们回去吧 好 会长 我们走了 好 好 好 少诚哥 带我去见你的表哥 必须去 怎么了 少诚哥 怎么了 你没看见吗 人心惶惶 郑司令被抓 再不搞清楚情况 会出大事 那也不行啊 怎么不行 现在乱遭遭我两眼一抹黑 林大哥生前拜托过我 嘱咐过我 可我怎么办 跟你说实话吧 我也不知道表哥在哪儿 他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啊 其实我挺不喜欢你们这一套的 神秘兮兮的 不是神秘兮兮 是刑事严峻啊 表哥每次都是通过交通站递信给我 我也是看了新的内容再转告给你 可是他们地方是公开 termin 购物 那深复 outlet 第二次都是辄他 等于都的 喂 黎站长 无双今天明显不对劲 他发现我们跟踪他 把我们甩了 从总部传来的资料表明 无双的个个已经投报恐惧了 而且他有很大的信息 我们必须尽快找个地方 如果发现他 应该让人接触 立即即便 是 现在不清楚他跑到哪里去了 如果他真被侧妨了 只有一个地方 他上回了 找你让上车 好的 我明白 你找谁 我找杨绍成 我有急事 我跟他很熟的 麻烦你快点叫他出来 很熟 没见过你 我 我是他朋友 你别问那么多了 他见到我就知道我是谁了 不行 你当我们废长是谁都可以见到吗 对了 你就说 田木兰是我表妹 你到底找田木兰 还是找我们废长呀 我 我来找我表妹田木兰 行了吧 你快去 好好 你等等 他都来找他表妹 还说了你名字 田木兰 我表哥来了 不是 来的是一个女的 他说的 他知道她是一个女的 那么多了 想回事 我 pockets锅 把事 是一个女的 毕业 发生 在家里面 录像 好 好 我说 怎么是你啊 怎么回事 你是来找木兰的还来找我呢 找我 你是表哥 大佛 什么 大佛 死 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他就说 大佛死 你怎么是 他就是 是 这些人 今晚才是 出现了 在里面 到这个 好的 演契 宝贝 把燕梅小姐交过来 是 刚才情报站来电 到无双乔装打扮 去了商会 要和杨绍成接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是说无双 是你把我们的地址告诉无双的 我不明白 你心里很明白 你知道杨绍成一旦知道你舅舅关在哪儿 他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你问他自己 别跟我一暗怪气的 红业 叶美 你就在临走前的前一刻 把无双叫出来 说是让他帮你去修表 一边说一边就在用手 敲打莫斯密码 把地址告诉了他 这一切我心里都明白 我只是不想说 是我告诉无双的 那又怎么样 对你我可以无所谓 你对我做任何不忠诚的事情 我都可以无所谓 但杨烧城就算来了又能怎么样 我可以告诉你 无双在去山会的路上 已经给我们究底蒸发了 可惜他连杨烧城的面 都没有见上就死了 陈建峰 你卑鄙 你无耻 一毛 一毛 是死 是死 书诚哥 那还出来一个 我看到了 你怎么操得的人我不知道 这样说不行啊 我想啊 最多有一个牌不得了 我杀了无双 你就骂我无耻混蛋 可他是共当分子 你才当过生死的关头 我心里只有任务 我无所谓 你理解不理解想骂就骂吧 你很难过 你就要不忍不论 你们就要得到 你认识 你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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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这就是人生的悲剧 我也没有办法 她是因为你而死的 我想听你说 告诉你舅舅她别无选择 燕妹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 我说的一切都是实话 不管谁来救她 只要是跟共党合作到头来 只是思路一条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一切不是我要干的 姓陈的 你给老子出来 有种的 你朝这儿开枪 姓陈的 听见没有 你给我出来啊 什么意思 老子不怕你 老子要跟你拼个你死我活 这鬼儿子 我说姓陈的 你把老子关到这个破庙里边 把老子的部队 拉到疯狂里 你想干什么 你这个混蛋 你出来啊 有种的一给我出来 你跟我去让那个老混蛋闭嘴 姓陈的 告诉她 我的人买是有限度 你死我活 再让我听见说这些话 我又让她吃成字 姓陈的 你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 老子不怕你 你要杀要管你 痛快点 杀人不过头点你 老子不怕你 舅舅 别喊了 几句撤葫芦话 喊来喊去的 不行了呀 回屋去 我撤葫芦话了吗 姓陈的 我操你祖宗 舅舅 我说小梅呀 你怕她干什么 她有什么好怕的 我告诉你 她陈建峰有什么了不起的 别收了 走干嘛去了 杨绍成让你别出兵 让你建守城 持共军很快就来 你听了吗 你要不是怕她陈建峰 你会落到现在这个下场吗 你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那天晚上 杨绍成怎么跟你说的 共产党不会夺你的队伍 他们教你这个朋友 是不想看到这个城市毁于战火 可你呢 你当好 队伍都不知道被陈建峰弄到哪儿去了 我是真他妈的糊涂啊 以后不要再喊了 省点力气吧 你在这个地方 喊破喉咙也没有人听见 小梅你怎么了 你舅舅死不了 你招什么基因 我不是替你着急 国防部命令陈建峰 马上启动惊雷行动计划 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惊雷 什么惊雷 我不知道 同来 把那个人帮我抓回来 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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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 小兴哥 别害怕 我只问你几句话 那个补服说了 大服寺里 带枪的有二十几个 跟我们人数差不多 我们枪也不比他们少 所以 我们应该有几分胜算 但是 我们也不能硬往里闯啊 我先进去 可关键是 你怎么才能进得去啊 会成 我们不是抓了一个伙夫吗 明天我装成他的亲戚 带他去大佛寺 不好 大少爷 您要是办成伙夫 他也不像这么回事啊 怎么不像 您看 您是会长 外边这么多兄弟都听您的 这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这 太冒险了 是啊 您这又何必您的会长 这种事情弟兄们都可以干 对 大少爷 我去 我替您去见郑司令 你去 郑司令认识你吗 我 我就说是您让我去的 他会相信你吗 郑翰昌只认识我这张脸 所以必须我去 他现在是惊弓之鸟 任何人都不会相信 也不APP 你为了 就是 我 是 我 我 她 兄弟们 知道我们今天要去干吗吗 救人 郑汉昌不是我的朋友 也不是我的兄弟 但是我要救他 因为他手上有上万的士兵 现在部署在凤凰里 我需要他回去 带回他的部队 来保卫我们的家 我们每个人的家 我不想看到我们的房子倒塌 我不想看到我们的兄弟姐妹流血 所以我必须要救他 为了救他 我是豁出命的 以命相搏 我希望你们也要豁出命去 不能退送 也许 所以你们会死 但是要把这个人救出 死不足惜 听清楚了吗 死不足惜 各浪子 兄弟们 Erica 等待 他在 você jaki 都 可以 给了这个人 我们你的兄弟 咱看看 我的君àng 我就上的我 他叫你 是 我 呢 intestines 我 你 ,我 你们 官爹爷 保佑我兄弟 平安徽 平安徽 拜官爹 拜官爹爷 敬礼 拿枪 出发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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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子弹不扔眼 您还是憋屈了 主妻 没事 我刚才拜过官邸爷 不会有事的 大少爷 你带着我去 你带着我去 主妻 听我说 留在家里 拜托你一件事 大少爷您说 少爷还在递交 好好照看她 给她做点好吃的 我母身子 大少爷 我不会带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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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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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 您吃早点 肉包子 纯肉馅的 小的特地给您包的 您尝尝 要不中午小的给您炖鸡汤 要不中午小的给您炖鸡汤 您看怎么样 您想吃什么 只管说就是 我说 我说话能管用吗 朱棋说了 您想吃什么就可以做 你们家杨大少爷没在家吧 他昨天晚上出去了是吧 不管怎么说 您还是我们的二爷 我们总该伺候他 昨天晚上我是被炒得一宿都没睡着啊 这院子里好像聚了好些人 后来又都走了 是杨绍成带他们出去的 会上他有事 什么事 他带那帮的人干吗去了 二爷 您还是趁热吃了吧 你小子居然现在还能这么叫我 说明我还是你们杨家二少爷是吧 是不是 是啊 二爷 会长带人去宠爱的大佛寺 就那个郑汉璋 朱棋说了 两兄弟能有多大的仇啊 等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您还会是我们的二爷的 川剧原的那帮兄弟也被他带走了 是啊 就剩了我们俩 还有朱棋 会长让他参加 这个家有什么可看的呀 我看你们是看着我吧 不敢二爷 去吧 你走 了 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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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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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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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10 10 二生 二生 吴侯凯宣誉 他能伺候你 伺候你 伺候你 你还是人吗 不不 我没杀他们 我真的没杀他们 不信你自己去看 你自己去看啊 这不是个东西 你混蛋 主秀我求你了 我求你别杀我行吗 我不跑了 我真的不跑了 我现在就回去 我现在就回去行吗 起来 放不身去 你不会是要在我转身的时候 杀了我吧 主秀你不能这么干啊 你要是这么杀了我 我娘的灵魂 会在天上看见你的 你还有脸替老夫人 你也配 转过身去 好 我知道今天你非杀死我了 来 给爷们儿个痛快的 找这儿打 林亮 林亮 你让我死个明白 二少爷 我从小在府里长大的 老夫人 和大少爷对我有恩 我不杀你 可大少爷回来就保不清了 他绝不饶我 你跟我回去了 你跟我回去了 主秀 你和大仙人 你和大仙人 你是我知道你不会杀我 其实我哥也不会杀我 你们都不会杀我 你 你妈妈真是个混蛋 你不会杀我 但是我会杀死 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 杨少诚回来你们告诉他 老子我还不回来呢 这事儿没办 都怪人哪 少医 我问你都怪人哪 先别急 把钱收起来 我现在跟他联系 我现在跟他联系 你都怪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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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司令 你要放手指挥 大胆指挥 拿出魄力和手段来 有不服你的军官 武短长会帮你的 是 他把援 我会尽全力帮助徐司令 敢要不从者 杀我射 不 你这是最后的手段 有不服从的 立刻向我汇报 齐司令 我会让郑汉长 给那些不听话的军官 通话的 你的命令 最终都会是郑汉长下达的命令 你放心 他们不敢不做 司令 想通啊 他想不通也得想通 他人在我手里 我让他什么时候说 他都得说 是 是 报告 陶原 请报纸里面要和你通话 我是陈建峰 你说吧 还有 否则 内谓 我们尊费 医生 我 没有 禁止 成人 护士 不 我要向你汇报一个重要的情报 这很长事物被您关在 关在大福寺了 你怎么知道 要是带了很多人去救他了 你的情报确切吗 绝对确切 好 你现在立刻来凤凰岭山下 和我们回吧 是 特别 你这个事物 给我出去 看我 给你 我们去吧 我要是不听她的摆布 她会对你怎么样 没说 小梅 你不用怕她 她不敢把我怎么样 她也就不敢把你怎么样 老子的队伍啊 她只会不动 她动不了我的部队 她就得把老子好好地供着 快点 张司令 她回到你们房间去 干什么 拿枪对着我 张司令 请我命令 回事 快点 周梅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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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他们这是干什么 是不是要对我下毒手 不是的 一定是有新任务 你赶快找陈建峰 他们这是行刑队 舅舅 你别怕 怕的是他们 你看不出来吗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们把我关在这个破庙里 作为人质 他们有什么好怕的 他们好像早就知道我们要来 是 要怎么可能啊 他们好像要绝杀 那怎么可能啊 特帮员 少医 特帮员 他们究竟有多少人 具体数目还不清楚 走 快点 这 这图 我 我只能画成这样好 那火铺把衣帮担走了 你在干吗 少臣哥 不能等了 我进去了 你不能去 他们已经有准备了 看来这件事情也走漏了风声 少臣哥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我知道 那我必须去 你不能去 你不能去 这太危险了 我们只有这么一个机会 如果再不进去 一切就都完了 不但救不了郑寒昌 可能连我们都会搭进去 那你也不能去 那你也不能去 会长 要不来 我想别的办法吧 都有什么办法 郑寒昌是一定要记得的 解放就让共产党马上就要过来了 我们一旦跟郑寒昌长都不可以介绍了 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可只能眼看着那些残兵败将 退回城中聚首 可只能眼看着沾火烧到我们家里来 会长 你是头 地什么都看着你的 拨拟一点不测 这仗还怎么打 都让我去 别争了 说实话 你们谁去我都不放心 郑寒昌只认识我 那我们就一起往里冲 陈念峰也不在 他们顶对就失来支枪 你中击枪 你能冲过去吗 就算他们顶不住了 万一他们搞一枪枪 给郑寒昌来几枪 不就白费劲了吗 可能我们出来的时候 被他们偷发现了 我们人多目标大 他们可能想到我们会来 但他们不会想到 一个活赋回来 那我也不能让你去 真的 如果万一我有什么危险 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冲进去 把郑寒昌救出来 把他送到魂魂里 听到了没有 好了 把衣服和担子给我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看过惊心动魄的风景 怎么会如此珍惜你淡风情 没有过无路可退的 却情不会如此草木皆笔 爱情在莲花中为民 我们在惊喜 连来天荒地老最无情 爱似为诚 我们为谁而抗战 心思荒重 埋葬残生 爱似为诚 我们为谁而抗战 心思荒重 埋葬残生 爱优优独播剧 爱优优独播剧 爱优独播剧